我是Lucy 我现在就读于上海鲍玉冈实验学校高三年级 在刚刚过去的一地一轮的申请中 我很有幸地被布朗大学所录取 在布朗大学呢 我现在是想主修两个专业 一个是历史 一个是发展 我对于历史的兴趣 其实从小就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历史是一门 光靠技可以学好的学科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固然要学好历史 把事件的年份以及内容 发生了什么技术是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找到他们两件事件之间的联系 就好像作画一样 点与点之间 是要一条线来连接的 我觉得学历史就像拼一个拼图一样 当你发现了一块 可以契合别的拼图的事件 也就是说可以发现了一件 可以解释其他事件的事情的时候 对我来说 那种发现的过程 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历史是一门 很锻炼人思辨能力的一门学科 比如说你在看一个历史文档的时候 你需要分析它的来源 你需要分析它的作者意图 以及限制性 这样你才能得到它最后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 历史其实跟数学 以及其他理科一样 是锻炼人的逻辑推导能力 锻炼人的思辨能力 而且历史是一门很综合性的学科 如果你要学好历史 你可能需要政治方面的知识 经济方面 文学方面 甚至心理学方面 所以我觉得历史作为一个 这么多面性的一面学科 对我来说可以让我认识到一个 更加多面性的世界吧 另外一个专业是发展 我对发展的兴趣实是来源于 我前几年暑假去东南亚 做过一些社会服务的经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 那个项目是一个两个礼拜的项目 第一个礼拜我跟着那个组织 参观了很多非组织 非盈利机构在柬埔寨 他们所做的工作 怎么样帮柬埔寨的人民脱离贫困 另外一个礼拜 我在一个乡村住了五个晚上 然后帮当地的一所小学盖图书馆 那两个礼拜是让我见识到了 柬埔寨真正他们的贫富差距 也不光是他们跟发展中国家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 更多的是他们在国家之内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那些 可以留在柬埔寨 为当地人们的福祉服务的人 我也觉得我以后希望 能够去东南亚 为那些人民服务 所以我毕业之后 其实是想回到东南亚 待个几年 然后也是在一个非政府 非盈利机构工作 我觉得可以尽自己的能力 帮当地的人做些什么 也是缩小一些 他们的贫富差距 或者说提外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 比较理想主义的人 这也或许是为什么 我觉得布朗是一所 很适合我的学校 因为布朗的学生 给人的感觉 他们是追求自由的 因为学校给学生 也有很多的信任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 他们敢于追求 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而不顾别人的眼光 我希望在布朗 可以学习我所感兴趣的东西 并且追求我自己的理想 也通过布朗这密扇 小小的门 发现更多的自己 发现更多面的这个世界 感谢 我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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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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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